哈喽,专注力训练营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十一课。 今天呢,我们要一起来讲一讲视听知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。 在讲课之前呢,我们先来回顾一下,前面我们讲了什么内容呢? 我们讲到了这个视知觉的基础纬度和改善的方式,我们也讲到了听知觉的基础纬度和改善的方式。 那我想问问大家,孩子的这个训练营的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? 听觉的那个训练和视觉的这个训练进行得还顺利吗? 事实上呢,孩子在进行任务的过程当中,也是家长很好的去观察孩子的过程。 我们之前呢,给到过家长一个简单的视觉和听觉测试的小方式。 那么,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,孩子也可以进一步去观察,这个家长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观察孩子。 诶,它是完成视觉比较顺利呢?还是完成听觉比较顺利呢? 前面的我们这个听觉训练进行,很多家长在说,这个热水壶到底是不是电气呢? 好,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班长们也把这个回答得非常好。 好,那在这个时候呢,我们先要去问,哎,孩子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热水壶是什么样子的呢? 它是电气吗? 啊,还是我们传统的这一种呢? 好,因此呢,我们也说,在训练的过程当中,当我们说到我们要去进一步提高孩子的视觉和听觉的专注力的时候, 我们首先还是要来讲一个问题,就是呢,在训练,随着训练的训练的进一步展开哈,孩子需要去完成的任务会越来越多。 那,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进一步提升呢? 亲子关系的进一步的改善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。 我想问问大家,当发现孩子在听觉专注力或者视觉专注力训练的过程当中,无法完成你要求的任务的时候,妈妈们会怎么做? 好,我们是怎么样跟孩子进行沟通的? 今天我要讲三点,为什么要在进一步提高的部分要讲这个内容呢? 就是因为当训练进行的过程当中,具体任务的情况下面,我会发现啊,很多家长很难面对孩子的一些负面的情况,很有效地去处理。 那,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,好,我想问问大家,孩子在训练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,大家是怎么跟孩子进行表达的呢? 那,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内容,事实上是如何有效地来批评孩子。 也就是说,当孩子在训练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,怎么说是有效的? 那么,当孩子,比如我们看到,哎,进行任务,这个小朋友一直笑场。 然后呢,这个训练任务的时候呢,很不专心,坐一半就起来说我要上厕所,我要喝水。 这个时候妈妈妈妈都很着急,对不对? 那么,第一步,如何有效批评的第一步,我们说,首先,我们简单地把这件事情描述一下就可以。 怎么理解呢? 我们来看啊,在这个图上,漫画上啊,一个小朋友离开房间啊,这个上完厕所,哎,厕所的灯忘记关了。 那这个妈妈甲呢,是这样说的,说了你多少次了,上完厕所总是不关灯。 好,妈妈蚁是这样说的,你看,厕所的灯还亮着呢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在哪里呢? 第一种说法,我们带着责备的语气和神情。 我们描述的呢,是我们个人因为孩子没有关灯这件事情,给我们自己造成的感受,对不对? 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呢? 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,所以呢,孩子就听到的是妈妈在指责我。 但第二个问句呢,第二个说法呢,非常的简单。 我简单地把我所看到的现象描绘出来,你看,厕所的灯还亮着呢,对吧? 那所以第一,当我们要批评孩子的时候,第一步,简单地描述现象和问题,不要做评价和拓展。 比如说,说了多少次了,你总是不关灯,它就是一个拓展,它就是一个评价。 言下之意就是什么,你这孩子真不靠谱,对不对?它就是一个评价。 好,第二,大人呢,在描述问题的时候,其实也就告诉了孩子该怎么去做。 什么意思呢?比如说,我们跟孩子说,你看,厕所的灯还亮着呢,我说的是一个我所看到的现象,对不对? 那么当我说这个现象的时候,孩子就意识到,其实我要做的是什么呢?我要做的是关灯。 很多时候呢,第一,批评的时候要注意。 那比如说,在训练任务当中,孩子跑开了,那么有些妈妈会说,跟你讲了多少次了,我们做任务要专心。 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,我们说,我看到你离开了这个,我们比如说约定的这个场合,我看到你离开了房间,或者说我看到你离开了这个凳子。 但是我们约定好,每天要在这个时间进行训练的,那这个就是一个陈述问题,对不对? 其实孩子就知道,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 那么当我们陈述了现象的时候,有的时候,可能孩子还是不听,对吧? 然后呢,比如做作业啊,说了很多遍,他也不听,然后呢,这个没有按照家长说的这个规则,没有按照约定的来进行。 那我们孩子是孩子嘛,对不对? 正因为他还小,所以很多地方呢,需要我们来帮助他。 那第二步,我们怎么样有效批评呢?孩子,第二步,我们要说出你自己。 哎,什么意思呢?比如说,孩子跟我们交流的时候,嗯,有的时候呢,孩子总是打断我们说话,像这个漫画里所说的一样。 那么第一个说法,我们是把手指头指向这个孩子,就像这个妈妈一样,对吧? 你真是没礼貌,老是打断我说话。 那下面这个妈妈的说法呢,他说的是我。 我的话没有说完,被你打断了,我有些不高兴。 好,第二,当我们表达感受的时候要注意,要用我句型,不要用你句型。 孩子愿意听到父母的真实想法,通过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呢,我们也会变得更诚恳,同时也不会伤害到别人。 那么,只要不受到来自于我们的某种程度上的攻击,孩子是很容易合作的。 所以第二点,要告诉妈妈们,当我们情绪很激动,跟孩子去交流感受的时候要注意,我们要说的是我,我句型。 我因为你做的什么事情,我感到很难过,我因为你说了什么,我会不高兴。 而不是,你就是没礼貌,你老是打断我说话。 比如说,其实这个沟通方式也适用于夫妻之间,夫妻之间很多时候沟通的这个妻子可能会习惯于说,你就是不关心我。 这是第一种说法。 还有一种说法呢,是我因为你没有给我打电话,感觉到有些难过。 好,这两句话其实可能表达的都是,先生没有给妻子打电话,这个妻子觉得先生不关心他,有些难过。 但是,哪一种方式会让听的人觉得更容易合作呢? 所以,第二个方式,我们要批评孩子的时候,要记住,说出我们感受的时候,我们用我句型,不要用手指着孩子说你句型。 好,我们经常说,比如说,我们在约定的时间,孩子没有来进行训练,那有一类妈妈用你句型就会说,你看,你就是不守时,你总是答应的事情做不到,这是第一种。 第二种,我们用我句型怎么说呢? 我们约定了要一起进行,妈妈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,如果你不能安时进行,我会觉得有些失望,或者说我会觉得有些不高兴。 这个叫我句型。那这个时候,孩子是没有受到攻击的,那么他就很容易跟妈妈来合作进行训练。 第三个部分,那么,孩子包括进行训练的时候,有的时候呢,任务很难,完成不了,或者有的时候呢,这个听听力,孩子没有听到,香蕉,苹果,到底哪个单词是水果呢? 那黄瓜是不是水果呢?孩子不清楚的时候,他会有负面情绪。 那么,当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,我们做什么呢? 其实这里要说,处理孩子的负面情绪对很多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 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,其实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处理,去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。 比如说,伤心,难过,失望,这个害怕等等,我们自己没有很多机会去学习。 所以呢,当在孩子身上看到类似伤心,难过,失望,沮丧这样的情绪的时候,其实很多妈妈都会很无措,不知所措。 那我们会怎么办呢?尽量地让她不要哭,不要闹。 为什么?因为孩子的哭闹本身会让我们很焦虑。 那么,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专注力的训练营的过程当中, 希望大家,当我们看到孩子因为训练而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, 做一件事情,听就可以了。 听到他的感受,听到他的想法,不要着急地跟他说,你别哭, 不要着急地跟他说,这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也不要着急地跟他说,别人都做得到,你为什么做不到? 没关系,跟孩子在一起,就像我们训练一样, 每天我们训练的这五分钟,我们就跟孩子在一起。 大家要知道,孩子觉得难的,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认知跟我们的大人不一样, 对不对?所以孩子的难题真的是难题, 我们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,这有什么可能的,对吧? 那么当家长能够真真倾听孩子的叙述的时候, 孩子才能很容易地表达他们面临的困扰。 我在跟很多家庭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, 很多家长很希望帮助孩子,尤其是青春期的家长, 很希望帮助孩子,但是,孩子有一个典型的特征, 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,我不跟家长说, 这个时候家长会回之晚意说,为什么你不跟我讲? 但是大家想一想,如果每一次孩子在跟你表达我的难过, 我的伤心的时候,家长的反应都是, 这有什么可以难过的,这有什么可以伤心的, 那么长死以往,孩子面对一个无法共情自己的爸爸妈妈, 他自然而然地就很难去表达他自己碰到的那些问题。 所以我们耐心地倾听孩子的这个情绪,负面的情绪, 比如说很多家长会玩手机,看电视,倾听, 那这个孩子都不会感觉到受到了尊重, 那么怎么样呢? 我们说良好的亲子关系, 一定是家长能够感受到孩子那些真实的负面情绪, 并且能够理解。 套一句我经常说的话, 叫当我们做大人的时候呢, 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身为孩子时候的感受。 好,那么这个是, 当我们要想去提高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时候, 我们就需要去面对处理各种问题, 我们要学会正确地批评孩子的方式,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, 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, 三个部分我们刚才都讲了, 那么大家需要,希望大家有收获,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呢, 我们在视听知觉综合提高的环节,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? 大家看一下, 这个总共有五大篇, 那么第一个呢, 叫推理的基础能力, 第二个叫精确认知的基础能力, 第三个叫顺序和表征, 第四个叫推理能力的提高, 第五个叫精确认知的提高, 那么事实上专注力是我们帮助孩子去提高的一个方面, 我们提高专注力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? 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学习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成果和工作效率, 对不对? 那么当我们训练了基础的视觉能力和听觉能力的时候呢, 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, 也就是说要让孩子能够去用, 对吧? 我们训练了很多单向, 视觉辨别, 听觉记忆等等, 那么这个时候要让它整合起来, 让孩子去用, 那我们依次来讲一讲, 第一个儿童这个专注的一个基础能力提高呢,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叫推理, 那么推理能力这个不佳的小朋友呢, 有个很典型的特征, 就是他在进行学习的时候, 你总是会觉得他怎么样的思路不清晰,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这个写作文, 那么语文作文呢, 我们今天要想写我们的春游, 那么有思路的孩子呢, 他可能会想到说我开头要写什么, 中间要写春游好玩的事, 最后呢要写春游我们有什么收获, 这是有思路的孩子, 没有思路的孩子呢是这样的, 我想到哪里, 我写到哪里, 我前面写的是我看到的小鸟, 后面写的是我的同桌王小二, 在后面又写了呢我带去的水果,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寄流水账, 这个叫思路不清晰, 那么也就是说儿童呢, 他在全面系统的分析问题上存在着困难, 那这个推理能力弱的小孩, 小朋友哈, 有两个典型的特征, 第一, 当我们跟孩子就有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进行交流的时候, 他很多时候会表现的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全部意思, 也就是说你总觉得孩子没有把事情表述清楚, 或者孩子表述的事情中间呢总是有一部分缺失, 第二, 这一类型孩子在判断现实事实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困难,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一个练习是这个动物的实际大小和在图上的大小, 那么我们为了让孩子去训练这个视觉的部分呢, 我们故意把这个毛毛虫在这个图片上画得很大, 然后呢把这个小狗在图片上画得很小, 那就会问小朋友毛毛虫和小狗哪个大呀, 正确这个推理能力好的孩子, 他就会跟你说啊, 这个小狗要大的多了, 但是不能正确判断事实的孩子呢, 他就会觉得哎,毛毛虫很大, 那么对于推理能力的训练, 比较有效的方式, 第一是增加儿童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解决能力, 推理能力的基础是现实能力, 我告诉大家, 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, 最近我在很多学校上这个家长的一些辅导课, 那很多老师会跟我讲讨论一些问题, 我问问大家, 如果您的孩子是小学三年级, 自己会不会吃虾, 会不会剥螃蟹壳, 这个叫什么能力, 这个叫现实能力, 现实生活的能力, 那么还有, 一年级的孩子, 会不会自己洗澡, 会不会自己洗自己的小袜子, 那么这个幼儿园的孩子, 会不会表达清楚, 我饿了, 我冷了, 我渴了, 我热, 或者是我热了, 或者是我冷了, 各种情况能不能表达清楚, 这个叫现实的能力, 那第二,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, 也运用一些常规的逻辑推理,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, 在我们D4的王中王这个图片当中可以看到, 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河马哈, 它有一个剧情, 那么孩子需要看图片, 按照把这个故事按照正确的逻辑顺序来排序, 这个是关于推理能力, 那么第二个呢, 我们叫精确认知, 精确认知呢, 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说法, 事实的呢, 就是孩子的认识事物的高低和能力的程度, 那比如说,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D3, 我们有一个天才小马良的这个练习,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里面呢, 有三角形, 圆形, 正方形, 三个图形是以某种规则排列的, 我们要求孩子能够把它临摹出来, 这个就叫精确认知, 事实上精确认知能力还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呀, 早期的是他写字, 写字能不能把它写到格子里, 还有一个呢, 到小学高年级, 高龄阶段,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数学能力就会出现高低了, 那么精确认知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孩子呢, 他会体现的粗吃大叶, 他总是比较笼统, 总是比较片面, 可能别的孩子都看到了的细节, 他却没有看到, 他不能准确的知觉, 事物的整体, 那比如说我们在精确认知训练当中, 我们会给到孩子这样的这个菜园, 这样的一幅图, 就像我们右边的这个图一样, 然后要求孩子看好图之后呢, 我们把图盖起来, 要求孩子给我们一些核心信息, 比如说看好之后回答, 家长自己可以试一下, 能不能告诉我, 图中有几个兔子, 好, 大家看一下, 现在知道三个兔子,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训练的方式, 那么最后一个能力呢, 我们说叫顺序和表征的能力, 顺序和表征呢, 其实呢, 就是我们对自然, 对事物, 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, 对日常事物大小的概念的这个表征化, 然后呢, 表达自己观点的清晰程度, 那这一类能力比较弱的这个孩子哈, 我们可以看到, 他用计数的方式来计算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差, 那么对日常事物的大小概念的存在误差, 很多时候这个孩子描述一件事物的事情的时候, 他的语句呢, 不简练, 然后会颠三倒四, 翻来覆去的, 不能把一个事情讲清楚, 那么比如说, 我们可以给孩子试验一下, 比如说我们小朋友, 我们画一个小蜜蜂, 那么再要求这个小朋友用橡皮泥画一个小蜜蜂, 再要求这个小朋友用水笔画一个小蜜蜂, 我们会发现呢, 顺序和表征能力比较弱的孩子呢, 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同一个事物, 那么对这一类型的孩子很重要一点, 跟前面我们说的推理能力是一样的, 我们要去增加他的现实能力, 也就是说生活当中要培养他的自理能力很重要,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诱图, 这就是一个顺序和表征培养的有效的方式, 在这里有很多交通工具, 对不对, 有汽车, 行车, 这个摩托车, 直升飞机, 甚至呢还有航空母舰, 那么这个大小呢, 跟现实当中的大小是不一致的, 我们要求孩子, 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现实的大小来进行排序,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孩子的这个表征能力, 关于表征呢, 事实上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, 家长呢, 可以了解一下, 也可以去看一些对应的相关的资料, 那么有此类的问题呢, 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群里面问我们的这个河马老师都没有问题, 好, 那么本期的作业也是一样, 希望大家能够安时去完成, 然后呢, 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,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, 奇迹来自每一个日常, 今天的课您听明白了吗?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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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感谢观看